抗战年间传国玉玺重现中国 日媒两方对国保虎视眈眈 战火连连的中国该如何保护玉玺呢 今天木卫就给大家讲一个国产娱乐电影 快枪手 在抗战时期 日本占领南京企图建立伪政府 美国军阀在中国发现一座古墓 大量文物被抢 其中尤为贵重的四龙方顶 据说将被运往南京卖于日本政府 国难当头 但市井之民却尤为活跃 小庄就是这样一个到处招摇撞骗的主 一次小庄在骗钱的过程中被政府人员抓住 理论上发国难财的小庄是可以被枪毙的 但是因为他高超的偷数 国家准备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 任务就是偷取那个四龙方顶 在特务若云的威胁下 小庄只好答应下来 但是四龙方顶现在正在被美国军阀锁在保险柜 而且附近守卫森严实在难搞 机智的小庄假装玩乐 在青楼的窗边通过读唇语 指导了对方的行程 并且顺利的拿到了钥匙模具 之后小庄通过赌局吸引军阀注意 特工若云趁机潜入军阀家中 打开保险柜偷取四龙方顶 虽然盗取计划很成功 但是没想到的是若云的手下去人叛变 想要把宝物据为己有 在若云和小庄逃跑的过程中 四龙方顶不小心被砸碎 里面的玉玺漏了出来 但是两人要逃命 没有机会去拿了 等他们醒来 已经在热心市民格尔兄的家里了 小庄两人从格尔兄那里得知 玉玺县市 军阀在三天前把东西送向南京 这个国宝的政治意义非常大 绝对不能落入日本伪政府手里 为了赶时间 小庄他们去军阀手里 抢了一架飞机赶路 到了南京 他们找到了那辆运输玉玺的火车 等他们赶到的时候发现 东西已经被日本人拿走 几人在车厢到处搜查 终于找到拿着玉玺的日本人 但是小庄和若云 他们打不过日本人 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 小庄若云终于成功控制日本人 拿到他们放玉玺的包 但是打开却发现包里是空的 原来在他们打斗的时候 这个包被美国人调换了 报纸刊登 美国人将在上海把玉玺运走 小庄几人又辗转来到上海 几个人商量 假扮成富商贵族 把放有玉玺的房间和对面的门牌兑换 并且放一个假玉玺掩人耳目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因为巡逻的人来得太早 导致小庄没有那么多时间进行调包 幸好队友和若云 用美色勾演的巡逻人 拖延了时间 在得手后 小张又遇到了被偷飞机的军阀 军阀开枪引起了骚乱 小庄在慌乱中用衣服裹住了玉玺 溜了出来 但是他并没有去到约定地点 而且去把玉玺交给了日本势力 跟过来的若云发现 这个日本势力的街头人 居然是自己前男友 原来那人是汉奸 见事情败露 汉奸杀了小庄 同时也绑架了若云 画面来到一个地下室 若云被献给了日本的变态军官 此时伪装成汉奸的小庄赶来救若云 原来之前小庄是假死 让敌人放松警惕的 两人合力对付变态军官 经过几轮的激烈打斗 最后好不容易将军官打败 而另一边 汉奸炫耀的玉玺 也是被掉了包的 里面是装了压力爆炸装置的 只要拿玉玺盖液 就会立刻爆炸 结果可想而知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